据台湾自由时报10月30日报道称,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在转机逗留夏威夷期间,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末建短暂会晤,末建关心所谓台海军力失衡的问题。 而蔡英文已向美方明白表示,未来台湾国防预算每年将至少成长2%,若有额外军购将增至3%,必要时也将动用特别预算进行重大军购。 报道称,蔡英文特别针对国防政策发展对墨建说明,墨建也提到,美方关切中方这些年的国防预算投资维持两位数字成长,也希望台湾注意到所谓台海军力失衡,台海军力失衡的问题,而蔡提出相当清楚的恢复,让美方知道台湾的基本立场。 蔡英文称,未来台湾的国防预算将会依照国内的经济成长率等比成长,未来每一年国防支出至少会增加2%,如果当年有额外的军购案则会再增加1%,一级加起来会有3%的成长,若再有重大对外军购案,将会动用特别预算来支应相关的费用需要。 对于台湾的国防规划和军事发展,他说主要是依据战略需要针对短期需求和长期规划进行全面设计,目的在于建立并且成为一支有可视战力部队。 除为台军部队正在进行演习。